欢迎来到恩典频道 上次介绍了基隆车站旁边的美食 今天来到了台北车站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地方呢 其实都是在M8出口附近的一些小店 今天要介绍的是同班美食 所以每一道都不到100块 我们来看看吧 我们来到的第一家是饭团bar 它虽然比较低调 但是常常也是要排队的 它有10种口味的饭团 有甜的也有咸的 它是现点现做的 我叫了它的招牌正会 这样子呢是55块 那我里面是有加辣椒酱的 其实可以看它饭团还蛮大一个的 吃起来也非常的扎实 一吃下去的时候呢 可以吃到有山菜菜骨肉松 和等等的食材 就觉得全部这些料搭配起来还不错哦 那重点呢我觉得是它的饭还算是Q软有嚼劲的 然后现做好的油条呢也是酥酥脆脆的 就整个吃起来非常好吃 再来我们来到了上品葱抓饼 它这是一个小小的摊味 味道也比较油腻 那我这次就简单加了一个原味的 里面还有加了一些辣椒酱 它又香又Q弹 尤其刚煎好了 外面还是有点酥酥脆脆的 那我觉得加的它的特制辣椒酱特别好吃 口感有点嚼劲 然后呢又可以吃到葱跟辣椒的香气 整个搭配起来还不错 再走远一点呢 就可以来到枝香凉面 但除了凉面之外 它们有很多传统的台湾小吃 那我叫的一个清蒸肉丸 那清蒸肉丸这样子呢是43块 那清蒸肉丸呢是直接给两颗 那还蛮特别的 因为它领了三个不同的酱上去 它皮非常非常的Q 然后它的肉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比较节省一块的肉 那它吃起来有点像肉丸 但是配上那个笋的那个香气 它的酱是有点偏甜的 但是整个搭配起来口感也是不错的 来到它旁边的小酱子呢 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下一家蛋药库 它的手工蛋饼呢有很多不同的口味 那我这里加了一个高丽菜猪排的蛋饼 这样子一盒其实还蛮大一份的 只用80块 它整个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香 有点甜甜咸咸的 然后搭配它的那种辣椒酱 味道特别的搭 那它的猪排是有一点Q度的 再加上炒过的高丽菜 整个搭配起来就是香气十足 然后它的蛋呢 可以看到它有加粉丝跟红萝卜 然后它那个蛋饼也是有嚼劲的 就整个吃起来口感非常的好吃 我们当然不能少的甜点 所以最后呢 来到了京都果子烧 它这里口味非常的多 还可以看到有几个咸的口味 所以不爱吃甜的也是可以考虑来的 那我会建议呢点它现有的口味 不然呢口发是要等个十分钟左右 那我加了它的抹茶红豆 这样子呢是三十块 它虽然看起来是有一点像车伦饼 但是口感是不一样的 那主要我觉得我蛮喜欢就是它抹茶的味道 还蛮香的 然后拉费上它的红豆 然后吃起来不会太甜 那可以看到它是比车伦饼还厚一点 然后馅也没有包那么的多 可是它吃起来有点比较像 蛋糕里面有包红豆的馅 那虽然台北车站呢 有地下间那里就有很多好吃的 但是也可以看到走出来呢 可以看到很多廉价的美食 那希望你们喜欢我今天介绍的五家 我个人还蛮推荐的头发美食 喜欢的人请订阅 按赞开启小铃铛 别忘了分享哦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